3次走進電梯口罩拉到下巴 手裡還點著煙 關鍵是他現在正在居家檢疫期 卻無視防疫規定 用徒步出去的方式 離開我們那個大樓的管理室 20分鐘左右 那回到裡面以後 我們接到同胞 當然當下他否認 不只外出購物 還多次進出電梯 一路雖然戴口罩 但不到20秒就拉下來 在電梯內吞雲突兀 不到三天偷留七次之多 還忙著修車 自私行徑一路走到地下停車場 當地里長說台中這名男子 已經被鄰居檢舉好幾次 送防疫包給他時 順便提醒檢疫期不能外出 沒找到對方竟然跑去找管委會理論 甚至到停車場試圖開自己的特斯拉 似乎打算跑到更遠的地方 確實有違規的情勢 也必須移送集中檢疫所 強制集中檢疫 衛生局調查這名處法男子 1月21號從中國返台 當天晚今8點回到住家 居家檢疫 結果一個小時後 就偷跑出去購物 停車場電梯到處都是他的身影 隔天聽到里長警告 已死不滿被告狀 跟大樓管理員爆罰口角 1月24號台中衛生局 才罰10萬到100萬元 強制移送集中檢疫所 本該在住處居家檢疫 可第一天就無視規定大膽漏跑 甚至在公共區域摘下口罩 他的下場也不用戴在家了 直接強制移送限制行動 色地新聞王子瑜